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功夫主厨道理家 在门门官方频道 多搜寻到我们节目哦 如何上一桌 简单好吃的养生蔬食 所以我们邀请到我们功夫主厨 蔡翠英师姐 大家好 那我们邀请主厨 今天要介绍哪一道菜色给大家呢 今天呢 我们来煮一道汤品 哇 酸白平衡汤 听起来很厉害 我们要怎么达到平衡 有哪些食材在里面 那我们今天的食材有 白萝卜 红萝卜 还有番茄 嫩姜 玉米 玉米 还有这个是酸白菜 大白菜 还有冻豆腐 话不多说也请我们功夫主厨来介绍 我们要怎么制作酸白平衡汤 好 首先呢 我们就先来切白萝卜 那白萝卜呢 我们一样切小丁 那小丁呢 就是大概两公分大小 切完白萝卜呢 过来我们切红萝卜 那红萝卜的大小呢 就可以比白萝卜再小一点 1.5 x 1.5 取中庸之道 所以再来要切 再来切番茄 而且我们特色都是用黑式番茄 对 而且黑式番茄呢 你一定要放到它熟透软 放到它变得很红啊 摸起来要软的啊 观众网友提问 我们买出来番茄要放多久 才会红透啊 它其实不一定 那有什么方法催熟它吗 还是 对 如果是它比较绿的时候啊 我们为了让它快速熟成 我们会跟苹果放一起 那一样是放在通风嘛 不用说盖起来 对 这样要切成细末嘛 对 好 那接下来再切大白菜 切大白菜 OK 大白菜我们首先呢 要一页一剥下来 把它洗干净 对 切的大小呢 一样是那个 一口的大小 一口的大小 接下来呢 要切酸白菜 嗯 那酸白菜呢 我们就大概切一下就可以了 就可以切比较大块一点 那我相信 萤幕前面有很多朋友都清楚 腌制的东西其实是一个 很棒的东西 但是其实现在的腌制法 你就仔细要去慎选过才行 当然因为腌制的时候 大家都很怕会吃到 所谓的什么雅硝酸盐 所以你一定要找 你信得过的厂商 然后它的营养标识成分是很清楚的 好 做汤了 做汤之前 要做什么动作 我们呢 要先把红萝卜呢 白萝卜 番茄啊 先炒过 做汤不就把水滚开了 然后材料丢下去不就好 为什么还要炒过 炒过呢 它会有一个香味啊 香气啊 会上来 嗯 那尤其像番茄啊 它一定要用油炒过呢 它的切红素啊 才会出来 而且才容易被人体吸收 哦 对 没错 那我们首先呢 先把红萝卜呢 炒一下 我们要先挑硬的 下去炒就对了 对 但是炒的程度呢 直接稍微炒一下就可以了 那第二个呢 我们就把白萝卜 接着呢 我们来下番茄 那要炒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炒到呢 番茄啊 稍微变软 嗯 还有点水分出来 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待会呢 还要放到汤里面下去熬 了解 嗯 这样我们就可以先 就可以熄火了 这一锅呢 就先放旁边 好的 等一下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煮汤 因为我们今天做的呢 是大概小家庭 汤的份量 大概四人份左右 好 所以我们水要加多少 对 所以像这样子的汤锅啊 我们的水大概加三分之一 水量就可以了 嗯 那首先呢 我们会先把玉米放进去 酸白菜呢 一开始水 还没开的时候呢 就可以先下的食材 我们先下这两个食材 嗯 等到那个水开了之后呢 再把刚刚的草料放进去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动作 是要把它盖起来 让它熬的比较快吗 对 我们食材放进去之后呢 嗯 等它有点小滚之后 就可以盖锅 是 让它煮三十分钟 这时候三十分钟要做什么呢 那当然一定要工商服务一下 就是要练习平甩工啊 千万不要放过这些短短的三十分钟 每天三十分钟 练的绝对会对你有非常大的帮助 好 经过三十分钟后呢 我们再把刚刚的草料加进去 加进去之后呢 我们再煮三十分钟 每个步骤都要再等三十分钟就对了 一开始啊 我们的水啊 它其实是不多的 嗯 这是大概三分之一的量 那随着呢 你的食材加进去啊 它会一直熬煮 水分一定会减少 嗯 对 所以呢 三十分钟啊 你加食材下去的时候 你要顺便检查一下 看看水分呢 够不够 如果不够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再加一点水 嗯 让它水要盖过食材 来 三十分钟 到了 我们再来加 下一道食材 大白菜 哇 三十分钟之后呢 我们就把剩下最后的嫩姜跟 冻豆腐呢 放进去 再煮三十分钟 就完成了 那我们再下 最后的食材 哇 姜末 再下冻豆腐 那冻豆腐为什么要最后下 而且放在最上面呢 就是这样子它不会被压坏 在熬三十分钟吗 对 哇 现在已经进行到几个三十分钟了 好几个了 想必今天功可以练得很足够 哇 终于熬了那么久 熬了那么多个三十分钟 我们终于熬好了 我们的酸白平衡汤 请大家看一下 香味只能有我告诉大家 非常的香 蔬菜的鲜味都在里面了 最开心的时候 就是试吃试喝的时间 我们来喝一下酸白平衡汤吧 好香哦 食欲大开的感觉 哇 就是在这个酸味 酸味露干 再加上那个甜味 真的非常营养 大家回去一定要记得 试做看看 那当然试做的时候 也要记得练习拼甩工哦 试做完 练功完 不要忘记要订阅 按赞 分享我们美门的官方频道 开启小铃铛 把它分享出去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